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处事态度等各方面都有其独特性 面对种种的改变 现今的教育应该提供怎样的学习呢 今集公大讲堂 请来香港大学荣优教授程介明教授 程教授之力研究教育政策的发展和改革 他会提出一些对教育概念的误解 分析青年人所面对的挑战 和审视教育所扮演的角色 这题目是本来英文叫《Education Misunderstood》 今天讲的含囊都是说五回 第一个就是教育或培养人才 我开始觉得是不太舒服 最近跟朋友聊起来都觉得 不是培养人才是培养什么呢 我举一个下面的例子 是否经济活动呢 当然了 为了社会要发展经济 为了个人要安居落业 要上班 社会就讲GDP的增长 讲国际竞争力 全球竞争力 全球竞争力 个人来说 道处都讲Employability 其实是一个经济话语 又没错 不过是否只是这样 教育将人变成人力资源 好像难免会这样 但是是否只是这样 我所谓都是问题 我没有答案 我做好事与问问题 不适合答案 人的生活 有经济生活 就业 现在开始有创业 但待业 失业都会经常发生 但还有其他生活 我有家庭生活 文化生活 政治生活 灵性生活 以下生活 退休生活 人类越来越多 越来越提早 生命越来越长 那些生活如何 这些又不仅是人才 当然有些人说不是 所有东西都可以用经济的方法去解释 所以人都可以用人才的角度去解释 你做爸爸做得好吗 是否是爸爸的人才 我觉得又不是很舒服 好像不是这样 退休了 我妈妈97岁 没有什么生产力 算是人才 他是人一个 很精彩的人 但我这样说 没有什么意思 很虚 我看看全世界 我有个表 请大家看看 第一 现在天灾的祸害 越来越厉害 天灾是否厉害了 我不知道 但祸害肯定是厉害了 人口密集 人的流通大 人的野心越来越大 整天要做人定胜天的野心越来越大 贪念越来越大 人为意外 你每天打开报纸 几乎都搞了一宗巨 全世界有一宗巨 不是说香港 社会动论 每天打开电视 每天都有 贪好腐败 正当纷争 任性 以前只有美国 现在全世界都有 恐怖襲击 有些是有组织 有些是没有组织 这个是新一点的 但发觉好像未够 这些是到处的造假 集片 全世界 还有的 你随时可以多写一些 但我说这些东西 和教育有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这些东西不是二三十年里面会改变的 是不是 过多十几年 没有贪污了 几好 或者没有动乱 不像 不像 我们的下一代过的日子 可能和我们的过日子会有些不同 如何生存 然后呢 例如现在那些难民 聚里亚的难民 聚里亚的难民 聚里亚的难民不是贫民 里面有很多CEO 很多的专业人士 很多的大学教授 一战争一来 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 我们又不能和下一代说 你要懂得生存 将来很惨 他不仅仅要生存 他一样要成功 还有这些环境 这些世界 如果我们现在的学生 他不是去改变 谁去改变呢 他不仅要生存 不仅要成功 他还要去改变 他现在在我们的学校 我们又很习惯于霸佛所有时间 那晚如果没有功课 就担心他偷懒 家长又觉得最好 你今晚搜索告诉他 今晚要做些什么 做到十一点都不怕 霸佛所有时间 我们霸佛所有时间 是否预备这样的世界 这是我最根本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世界 其实比我们强多 比我们强多 以前我觉得 我们生活的世界 大致上 如果你跟着教育 给你那条路 入到不错的学校 你能够大学毕业 能够拿到一章 拿到一个学位 拿到一个证书 你如果入到一个机构 多数都是大机构 今次塔型的大机构 你就可以一帆封信 我有个很好的朋友 是七一年毕业 入了机殿署做 在机殿署一直平暴 一进去便知道 何时可以买车 何时可以买屋 何时可以结婚 他已经算到 退休时是多少退休金 哪一年退休最好 现在这种情形是绝小 现在绝小 到底教育是一个经济话语 还是一个人性话语 我觉得值得想一想 如果从教育制度来想 是没有什么好想的 教育制度是一个自己封闭 自己为自己定目标 自己定标准 自己定自己的途径 自己定自己的内容 自己定自己的成败 但是社会不到你这样 一到社会可能有不同 这些好像是政府话语 不够什么人才 所以学教育要做什么 但从我个人来说 我想法完全不同 我的问题就是这里 我问是否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是大学毕业生 应该学以致用 我们特首竞选时也有这句 教育主要是学以致用 教育和就业的关系是如何 对口就业 对口 读什么就做什么 以前我们是这样的 譬如说 电机工程 大学的毕业生统计 看看你的电机工程 是否真的做电机工程师 比例大就是说你做得对 如果不够就是浪费 但现在主流是不对口的 唯一对口的就是医科 医科即是几乎百分之一百 间中几年有一个做了别的事 或者做了家庭主婦 法律 法律百分之二十几至三十 是没有执业的 在美国更加厉害 一半以上的美国法律学院的毕业生 是不从事法律的 令到我自己都比较震惊 就是从2007年开始 香港大学的工程学院的学生 有百分之三十五 是没有从事与工程有关系的工作 其他就是生物 历史 心理 没什么所谓 都是做这样的事 做什么都有 倒转头看 用人那边多数不对口招聘 我曾经见过南华早报有个头条 就是KPMG 四大之一 就说我们不会专门去聘请会计毕业生 我听过以前工大主席王康元 Peter Wong 有一次明报访问他 他说我们搞审计 你别以为我们搞审计是搞会计 会计的技术很简单 几个月就必须得到证书 我需要诚信 敏锐 所以从他们来说 什么人都会聘请 什么人都会聘请 不是看你学了什么 而是看你以后做到什么 而所做的事具体的学识 几乎经常要入头学起 很快学起 叫做just in time 即时的 on demand 即是应按需的 变得学非常好 就很普遍 如果你说浪费 很浪费 大部分浪费 但如果用新的观点来看 可能又不是 大学已经变成一种经历 一种锻炼 他有这个经历 他可以知道自己如何去找新的知识 可以学会如何去转心些 某些方面 即时学习 这个常规 我们以前读教育经济学 很重要的是 一样有学位就会有这样的人工 有学位和没有学位 中学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 他的人工会不同 他终身的收入会多很多 所以才值得读 牺牲几年的收入也等待 但现在未必是这样 同样的大学 同样的学位 同样的一年毕业 进同一个行 譬如投资 投资银行可以差13倍 甚至是社工 社工是很社会主义的一种行业 也有两倍 那些用人单位看什么 即不是只看你的学历 看你什么 为什么会差那么远 所以迅速会贬值 我觉得和以前不同 除了世界乱世 需要的不是一种常规的品质之外 其实就算没有乱世 经济环境都变了 以前是分工合作 大量生产 现在基本上是小量多款 所以机构越来越小 越来越吹响 一站式 有一个客户 有一个小组 机构 基本上是很小的 香港大概有30万间 注册公司 99%以上 是100人以下的小公司 100人以下 个个都知道 中小企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在30万里面 94%是20人以下的小公司 87%是10人以下 1至9个人的小公司 这些还没有算到 现在做事 有些是自雇 他也是注册 有些他一个人打很多份工 freelance 个体 你看不到 他就没有注册 有些是一个人做很多样东西 多种职业 越来越是这样 个人的职业前途 转工转行是家常便饭 以前见到 如果见工 见到有的人 有没有搞错 每几个月就转一次工 不方好 现在如果见到那人 三年还在一间公司 什么事 为什么不走 你会觉得有些问题 随时会发生 提前退休 个体创业 现在在大学来说 最强的学生是 喜欢创业 还有没有 可能政府和教育界是唯一的 只剩下的 还没有失守 这又不容易 行业本身又变 人又想转行 你想释放他 他也不参与你玩 是否这样 未必 我已经警告我的孩子 如果人工高 别以为以后一路高 我心目中答案好像是负 除了整个世界乱世 个人的前景都是莫测的 变幻的 很复杂的 很多元的 是一个模糊的 似乎是这样 即是说 以前好像 现在乱一排 现在失业不要紧 最后找到工作 便会平暴清云 是否有这样的事情 对不起 如果你觉得我现在 散播悲观的言论 青年人在想什么 找一份好工 是否 有些人说 不是的 我自己不想打工 是否想找一个职业的稳定性 不是的 做两年够钱便去旅行 好了 是否冲景将来 我会做什么 很难 我认识一个年轻人 新加坡人 一个人可以天天过香港境 去深圳 认识一个旅行平台 做成生意的涌率很高 我问他 你觉得 这个是否一个事业将来 会怎样 他说不是的 现在做成功了 有人肯买我便可以 真的有人买了他 因为买了他 给一个苏格兰公司买他 所有的员工 即刻加一倍工 由二十几个人 变成五十几个人 等等 还有些人不是这样 尺尺可便为何不行 我不相信这是大多数 但我问任何一个人 都会告诉我 有些亲戚有些朋友是这样 那就是这样 便不想做事 最初人们会找一份长工 然后不怕不断转工转学 不想打工就想自己去创业 然后连创业都想创业就想卸下 变成这样 现在新一代的世界不同了 我自己的认识就觉得 我们二十世纪的人习惯的工业社会 是与农业社会不同 农业社会的人绑住在自然界 看天吃饭 绑住在土地上 工业大革命 农业破产 走到城市 很自由 不过也很不安全 但是 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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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 对吗 似乎是这样的一代 有一世纪是说突破 说释放 说争脱 摆脱 要自为 就好像 这些人类伸俊一些 他有自己的空间 整个天下都是我可以活动的地方 好像是这样 但从二十世纪的人觉得 这样也有 又没有跟 又不知将来是怎样 幸福观不同 二十世纪通常 若不在社会主义长大 就相信市场 是信念 信 民主 信 和平 信 公义 现在不知 我真是不知 是否是信市场 是民主 我真是不知 是否 真是不知 不知 对他们的经历来说 不是很有意义的东西 不同 教育 现在的教育是二十世纪的 还是有一世纪的 我问一个这样的问题 第三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对吧 当然要知识 是什么知识 但是 是什么知识 只是教知识 是否足够 自己又会这样问 这个 是MIT的 校友的一个统 他是这样来评估他的课程 第一个就问他 这些知识的来源 在哪里 这些 主要是学校拿来的 这些主要不是学校的 这些是自己 在生活的 好了 他再问 同样这些 问他 到底你的使用率是怎样 使用率 相反 当然这不可以有很简单的结论 即是 学校里面学得最多的 不是用得最多的 最多的不是学校里面学的 简单的 这是不是很有启发 很有启发 我们落足很多精神 要他学的东西 其实可能去到社会里 不是用得最多的 不等于那些不用学 又不等于学校 出去社会学就不对 于是要想 我们教育是负担什么角色 这就是工业社会 因为前面有很多 是做简单的操作 不懂也不怕 最重要是教得晓就可以了 跟随着这个规章制度 守时 就可以了 然后 经过很复杂的设计 这么多人加工加工 又可以做成一个很复杂的 产品 于是大量生产 是这样的 这是每个机构的结构 亦是社会的结构 每个都是这样的 是知识的结构 亦是学历的结构 工程师是什么都要懂 前面那个 什么都不懂也不要紧 是这样的 于是我们看到这些 尽量不要有人的因素 尽量能够严谨 是工整 齐整 但现在后宫的社会 如果是世丹 正我说 87%是 十个人以下的 世公司 它又不同 人的品质 变得更加 规章的管理 变得更松 因此对人的要求 就不同了 最近有些朋友 聊起来 到底是什么才叫做 教育要做的事 好像是这些 我都尽管试试 一个是知识 知识又要很广 什么都可以拿到 但又有能力 可以转得很深 但是现在有些人说 现在的工程师很厉害 越来越厉害 科技的发展 会否有很多东西被替代 于是我们要想 哪些东西被替代不了 我听过很多的版本 有些人说 价值观 有些人说 Empathy 不同的理心 有些人说 Creativity 即是创造力 有些人说 Entrepreneurship 即是创业能力 是不是 我不知道 教育应该是 针着那些 第二个 在台湾学来 素养 是很好的一字 没法知 完全译到英文 因为素养是人的内在的品质 并不是他表现出来的品质 但做完这些 好像还差一点 就是所谓的价值观 例如哈佛 最近有个 招生改革 接着有八十间大学 都希望跟他做 就说我修生 除了看成绩 看其他之外 要看这个人 有没有为人服务的心 有没有受过为人服务的 实践 价值观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如果你这样看 我们教育在做什么 好像是 只要做那些 一多的那些 不要说 中国的地理 世界的地理 很多学生都不太清楚 科技知识有些 但又不至于可以驾驭科技 其他就 学校憑良心做 教师憑良心做 因为这些是靠经历 所谓的经历 这些是靠氛围 靠教师的义身作则等等 考试更加是 考试更加是 考到一小一小 现在大概的文化 是不考的 就不教 提供什么学习 第四个 大学生太多了 我们是中等技术人才 第一 这些学历 其实 价值不断变 中学毕业生 在百科公司 做部长 高中毕业生 就很威衰 后来 那些公司转型 转型 科学管理 很多这些 觉得自己都是那一行 那时候多数是 国科公司 因为未改 国科公司也开始现代化 要懂英文 要懂电脑 所以那批人 那时候仍是 四十多五十岁 于是 觉得自己都是做零售的 去了商场 商场忽然自由行 第一 你懂得说普通话 他不行 第二 顾客 平时多数都是年轻人 于是 又不行 现在后来做了什么呢 在社署 做家务助理 我不是说家务助理是一个不好的工作 即是说如果你放长眼来看 你不要以为那个学历 就很够用 你一到时间长的时候 学历就不同了 社会要求不同了 所以如果有僱主说 我现在需要中等技术人才 我不是要大学生 我会回头问他 你想请他多久 你是不是请他一世 都是做这份工作 其实不是这样的 第二 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我不知道齐不齐 其实这些 界线是人为的 最近我听了一位 资深的 职业教育的同事 他说 其实我们 跟大学的分别是什么 为什么要强调大学 跟大学的分别 除了学生说 在中学考试时 成绩不同之外 没有其他东西是不同的 大学可以做的事 其实很多其他机构都可以做 比如说 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些座标定 他一样是有全人教育 一样是学生组织 一样有各式各样的学生活动 有 有社会活动 有海外的活动 有 服务 学习等等 什么都有 跟大学没有分别 而且他的学生 很多是 在海外取得奖 其实没有分别 任何学历 到四十岁 没有人记得你研究过什么书 所以其实是人为 所以 短线的人力需求 和个人长远的前景是两回事 你现在需要我这样的 中等技术人才 我不可以一世做 你这份工 你又不是一世请我 从长远看 没有所谓过度的教育 从个人看 也没有所谓过量的学习 这我觉得是 值得我们现在要想的 所谓社会流通 social mobility 我后面 就讲近一点的东西 这是中国内地的家长提出来的 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就变成一个大家都觉得对 是这个觉得很对的 什么叫输赢 赢了是否真是最好的 你不知道 看你赢了什么 湘海有个叫做刘京凯在在 也认识 他很有名叫做成功教育 他在习笔 在一间学校 他专门开来 13年前开 只是收本区最差的学生 他成功之后仍然是收最差的学生 而他的学生 之后进入大学的比率 是高于上海全市的比率 为什么会开始呢 因为有一天 他女儿回来说 爸爸 老师说我们班有几个笨蛋 他说死了 原来是老师心里面觉得你不行 其实他觉得学生没有说不行 没有说笨蛋 是你说他笨就笨 所以他就立心 他真的成功 所以叫成功教育 他经常到美国和欧洲去讲 好了 输赢是相对标准 是输赢的吗 赢的是否好 分手高是否学得好 修快是否读好些 鲜的是否强壮些 冬环例如孩子 还不懂得走路 他已经懂得走路 只差两个月 是否早些走路将来能够好些 肯定不是 我最记得有一次 我在圣普罗南下教书 教数学 这些学生很厉害 FORM 2 有个学生来说 阿sir 这些数学 太简单了 我现在想读离职分 他问我怎样读法 我立刻写封信 当时还用油简 写给肖文强 同班同学 他在Colombia 当教授 我问 怎样 其实 他早点学 没有学多到 他迟早要学 他说真的要成为数学家 他现在要看很广 和数学有关系的东西 所有事物里面 去找数学美丽的地方 他就可以成为数学家 早点学 未职分 将来迟早也学 人家也懂得微职分 怎样聪明 我觉得好 不是学先 学早点 这一定是有一种误会 但是我们的教育 还在鼓励输赢 我们的老师 我想现在香港社会 就不会叫人做笨蛋 但是 还有些学校 派卷的时候 高分踏前变 或者低分踏前变 一直派派派 派到最后的最高分 派到最后的最低分 整个概念就是 你是可以的 你是不可以的 好像很自然 好像很自然 很多国家包括 中国大陆 包括台湾 已经取消了名次 但香港还有学校在排名次 香港的学校公然 要生学生 大家都有个概念 现在叫做Band 1 现在叫做Band 2 叫做Band 3 很少地方有这样的概念 第六样 好像海绵一样的吸收知识 好像知识是一种液体 如果不吸收 就掀开的盖子 倒入脑内 教师是如何在教师身上吸收 甚至以前说观书 经常知识是一种液体 我在农村做研究 那些老伯说 我这个孩子就是笨 自不老 记得实就叫做叻 就像是一块石板 黑到下去的 叻 其实 什么是知识 知识是如何形成的 什么是学习 因为我们曾经 2012年 找过一批 所谓学习科学 有10个 是世界各地的研究 另一半 找国际机构做教育政策 后来谈了之后 我们觉得有下面这几样 最大的基本原理是 人脑是可掃的 脑是在变的 是你的活动 决定了脑向变化 第一 就是认识世界的过程 这个 当然了 为什么 对外部的事物是负义 而 简单来说 嬷一出生 什么声音都听到 是没有意思的 什么都看着是没有意思的 漸漸漸漸漸 这些原来是人声 原来是妈妈的声音 有人说 他懂得认你的臉 就是因为他慢慢觉得 原来是 那个是臉 互相互动 对这臉有意思 你的经历令到你的脑 产生这样的反应 令到你有这样的知识 所以有些人叫做构建 知识不是人家给你的 而是你自己的脑里面 构建 同样的经历 就会有不同的学习 这对我们的教育来说 是要命的 我们教了这堂书 明天你的测验 就要测验 每个人都要懂那样 一定是这样的 经历很重要 有意义的经历才有 Learning by doing 用里面学 但吸收前人知识 也是重要的经历 不是每人都由头同起 所以中文学习两个字 是很精彩的 学而是集资 这是一个经历 等于踩单车 你不踩动它 它不会平衡 或者乘数表 你不懂乘数表 你不懂得计乘数 你怎样会理解乘数呢 西方很长时间说你不理解 应用 是不会应用到的 但其实现在的脑科学发觉 应用过程 其实也是一个 理解的过程 应用和理解是交叉的 这是很重要的发现 现在证实了 好像中国传统的学习 有个智慧 第四个 群体活动 这个对我们教育 是很拥命的 因为我们可以 现在开始有些 集体做 一道考试 集体 那些叫做通水 那些叫做作弊 那些叫做出猫 但其实在工作里 平时在外面的工作里 很少是 一个人去做 怎样解决呢 我不是说有个答案 但怎样解决呢 大学开始是否解决呢 大学绝大部分的 所谓的功课 都是集体的 都是集体做的 模仿 这是集体活动里 很根本的一件事 语言 动作 运动 体育运动 舞蹈 美术 都是由模仿开始的 集体学习是最有效的 文化的全体都是这样 人类的学习是总体性的 不是教一样学一样 是很多东西 综合 很多东西是不在意的 所以我们学校里的方向 是最有效的学习 主动性 主动的学习 不经意的学习 群体的 他又要去解决问题 应用 都在这里 我举一个例子 就结束了 墨书 凡身有华人的地方 也有墨书 你问师生做什么 他要识字 我给他一百字 他昨晚就不会 浪费时间 他就会写到那一百字 今早就写一百字 是吗 但是这样 他会越墨越辛苦 现在很多学校都规定 一个星期 测几多次验 买几多次书 我们的同事就给他一张白纸 中间给他一个概念 春天 要他 去写 与春天有关系的词汇 最少六个 可以无限多个 每个三分 小孩就去找 到处去找 这个是其中一个学生 你说 油药和春天没有关系 无所谓 其实他觉得这些有联系 也是他脑里面的词汇 结构 所以是mental lexicon 例如他还有一个叫做早餐 不知婆婆 又算是早餐一部份 他的心里有 无所谓 不自在他自己创造 他是要求的 但是先生有个秘诀 就是不可以减分 错了不可以减分 因为如果错了扣分 他就不冒险 因主因主 最少就最好 最少就最好 但你要打交叉 即是说这个错 但又不扣分 这里解决了什么 出了什么 第一个是主动学习 他去找 第二他自己建构 第三个个别发展 立即知道哪个快哪个慢 但是这个个别发展 对先生是要命的 我给他墨书一百个字 我知道他懂得一百字 现在这个走到那里 那个走到那里 那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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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回答不了 但实际的先生有很多办法做 但跟我们平时的教育概念是不同 因为我们的概念是 要齐齐齐 大家跟他同样 就像影印机那样 但真的是 他这样在二年班结束前 大概上能识二千五百个字 即是可以求看报纸 你不用等学校 你家里也能做到 我觉得 学习是人的天性 有人就有天性 又有学习 但是教育又不是 教育是我们成年人为下一代设计的学习 所以我们设计时是有我们社会背景 现在社会走得很快 很快 我们还是用我们认识的社会观念去设计教育 教育是一个比较封闭 它是很结实的一个牢固的体制 那它怎样办呢 社会变成 世界变成 时代变成 教育怎办 是一个塑造人的过程 还是一个释放人的过程 我自己觉得 是面临一个主要的挑战 所以我就有个讲法 即是说 好像 一个 动物园 这些动物都很乖 又养得很肥 吃得很漂亮 突然火烧 快烧到 那你怎样呢 那你怎样呢 开个训练班 训练它怎样走 开个训练班 训练它怎样自己玩吃 当然不是 当然放它走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释放的过程 没理由不是这样 社会就很多元化 人也很多元化 刚刚中间那里 是独木桥 你不能播放我 你就不能播放 这个是我 好像很鲜 讲话激动 我又不是很对 多谢各位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